近载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肖川老师 还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前两天都是爆量 出现大震荡 而且几乎都是开高走低 那今天的台北股市呢 其实表情好像也不是很好 我们稍微看一下 今天整个台北股市 早盘是开高震荡走高 最高涨快涨100点 那现在呢 好像又是开高走低 那现在涨27点 那以这种盘来看 因为你前两天已经有震荡 那今天稍微小反弹一下 我觉得也算合理了 那甚至于呢 因为今天市场可能都在等待什么 就是下午的台积电法说嘛 所以可能在想说 台积电法说到底怎么样 好稍微等一下 所以稍微有反弹 也是合理的 对吧 可是问题是 今天的盘怎么搞的 好像又有那种开高走低的一个状况 那至于这个盘 来到这个时间点 你们会发现到 其实台北股市现在来看的话 都还是属于那种比较高档震荡盘 那这盘现在到底要怎么去解答 我想不用讲 大家也都知道了 今天台积电那个法说很重要 那如果说他真的法说不是很好的话 如果台积电都跌的话 台北股市指数怎么上得去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昨天就有跟他讲 现在你要去救这个盘 除非台积电大的 那到底台积电这个法说 我们要怎么去看 好我们现在仔细来看 因为最近美国他也在公布一些财报 那昨天有一家公司很有趣 我们来仔细看 昨天公布了艾斯摩尔的财报 这是半导体里面光刻机最大的厂商 应该也算是半导体里面最上游的 那昨天艾斯摩尔他所公布的财报 他是优于预期 很不错 可是我们来看结果 大跌5.4% 对吧 好那今天盘后的时候 公布特斯拉的财报 那我刚看了一下 特斯拉财报 其实他整个出货量或营收都是成长 但是因为他最近有一些降价的动作 虽然他毛利却没有符合市场预期 结果呢 特斯拉目前在盘后我看到的是 也是跌5%多 也是跌5%多 也不止这些了 因为今天还有一个新闻 我刚才也看到了 我看一下在这里 串流媒体视频先驱netflix 第二季的订户呢 大幅增加600万 而且呢 获利意外强劲 但是营收跟第三季的财测呢 令华尔街大师所望 所以呢 现在盘后跌7% 有没有 好 那就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说台积电今天所出来的结果 你看那个美国出来的财报 其实有的好啊 可是好也是跌啊 不好那一定是跌的啦 所以呢 台积电财报只能好 如果不好的话会比较麻烦嘛 对不对 因为你也知道那是台北股市权重最重的嘛 对不对 好所以呢 你就会发现到 当艾斯摩喔 财测又于一起跌了5%多 所以呢 昨天的费的办法理就比较弱嘛 对不对 那你会仔细看啊 联电的ADR呢 昨天跌了2.5%嘛 对不对 你看喔 联电的ADR 它现在已经跌下来了 这是ADR嘛 这一跌下来代表什么 2月份以来上面这地方你去买的 不卖的 现在几乎都全套 所以咧 你看喔 这是联电喔 联电到现在为止是这样 对不对 你应该还记得啦 那时候我们在那个去年10月份 我就叫你赶快去买联电 这一路以来 我们在那个50块以上这附近 3月份左右我把它卖掉了嘛 我说后面我不管它了 后面我也不做了 你会发现我也不去参加除息了 所以光是之前那一段 我们是赚50%嘛 对不对 这跌下来都跟我们没关啊 可是如果你后面这一段 你去买联电的 到现在为止 联电你都是套啦 OK好 联电都跌下来了啦 那现在台积电呢 它现在离那个月线啊 577现在579嘛 大概只差2块 所以我就说 台积电不能跌啊 如果说连台积电啊 这个地方都破月线的话 这是代表什么 台湾50 我们这样子啦 我把那个 因为有除全息吧 我们把除全息把它弄起来 还原全值是这样嘛 如果说你台积电都破月线的话 你台湾50这个月线很难保 因为权重最重嘛 对不对 你台北股市 就有破月线的疑虑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不用去在这边去猜说 台积电到底后面法收怎么样了 反正我们就看答案就知道了 只能好不能坏 如果说稍微有一些不好的话 台积电一跌 我给你讲那个指数真的就上不去 好 那问题是现在这个盘到底要怎么去做 我们在最近这一段期间里面 因为我的看法跟市场上的老师都不太一样 因为这波台北股市涨起来的时候 大家都是涨停板嘛 每天那个最强的股票都是你的嘛 对不对 我说嘛 99%都是这样子讲的 唯一那1%就是我 我7月17号跟大家讲什么 我怀疑这个盘它在骗线 7月17号在这里 是不是 好那现在 7月17号之后呢 这两天爆量之后跌下来嘛 那今天呢稍微小反弹 好那各位 这到底是不是骗线 好我们来仔细看 其实很多东西 我再跟你讲的东西 不是说等到收完盘 我们再来看图说故事 如果你今天有加入我们这Line Edge的话 其实我们在盘中的时候 就已经有跟各位讲过了 7月17号 10点多的时候 那时候盘都还在涨 我说我怀疑这技术面上面 有骗线的疑虑 对吧 好我这么说 当初我这样跟你讲 就像7月17号那天我这样跟你讲 我说这地方是骗线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也说你不会相信我啦 因为大家都是涨停板啊 每个都创新高都是他的 就你说骗线他骗你啊 我问你啊 现在到底是骗你还骗我 你现在可能会有一些疑虑啊 这到底是骗萧老师还是骗投资人 有没有 还没有完全成型 但是呢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什么叫骗线 等到你被骗了之后 你才知道那叫骗线 因为过去历史都是这样子嘛 看起来都是要涨啊 准备要创新高啊 结果一买进去全部套啊 110年7月15号那天还创新高啊 这就已经要走攻击啊 结果呢 后面就跌下来了 109年也是一样啊 那几乎都已经快离前高只差个几点而已啊 那结果呢买进去跌下来 有没有 这里你看都是攻击盘啊 买进去嘛 去追看看嘛 结果就跌下来嘛 对不对 这叫做什么 这就叫做骗线嘛 OK好 那陶贝股市呢 到底会不会像我所说的出现骗线 好我们继续看喔 7月18号 那时候我跟他讲啊 骗线的讯号已经浮现了 7月18号在这里啊 为什么说骗线的讯号已经浮现了 因为他报大量了 你在高档报大量 我是说过 从来没有什么太大好事了 但市场很多老师跟你讲啊 这叫换手 这还要再创新高 好我这不知道了 反正今天 除非今天晚上 今天那个台积电大涨嘛 如果台积电大涨还有机会了 那会不会大涨 我说我不知道 也不用猜啦 反正下午就知道了 只能好不能坏哦 因为 艾斯摩尔的财报优益 其实都跌5%多 那如果说你只要稍微一波 不怕好的话 就像今天盘后的特斯拉 它也跌5%多嘛 对不对 所以咧 7月18号我就跟他讲 因为报大量嘛 这个讯号已经开始浮现了 但是呢 重点在哪里 7月18号我们在LINE X里面 你注意看了 9点25分了 所以很多时候 你没有时间 看节目也没有关系啦 这个LINE你就稍微注意一下啦 我写的东西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让你有参考信 这个你自己再决定啦 你不相信我都没有关系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啊 7月14号的低点 如果失手的话就是一个警讯 对不对 好 7月18号在这里 7月19号呢 昨天就破了嘛 对不对 昨天就破了嘛 当昨天破下来之后呢 我昨天有跟他讲 接下来你要注意哦 破月线的话 电子股将兵败如山倒 OK 好我们来看 到现在为止呢 月线差不多在17016 现在大概170144 也要说这个破月线 大概还有一百多点左右嘛 那为什么我跟他讲说 这个月线如果跌破的话 电子股会兵败如山倒 我们今天稍微再把它加强一下啦 因为我跟他讲过说 我在跟你讲的东西 这市场老师也不会讲 你问他说这盘到底怎么看 这个盘就是大厂啊 这个盘拉回就是买啊 这盘涨停板都是你的 我说很多东西 第一点有他的逻辑去做推演 那我再跟你讲东西 有没有这个道理 你自己去做评估啦 那我今天车标有写啊 月线是融资大套楼的分水岭 这是什么意思 各位我们就仔细了 我们来解盘啊 把这个盘去把它厘清楚之后 你再来去决定说 这盘你要不要去赌一把 赌什么 这盘会大涨啊 这盘又会装新高啊 所以你这里拉回就是买 所以你要赶快去买 到底是不是要这么做 好我们来仔细看啊 特别你会发现到 因为台北股市 好这样子 台北股市到现在为止 它是属于高档真的慢盘 对不对 你说真的走空吗 目前还没看到 但是我们先从筹码的角度里面来看 你看 如果台北股市破月线的话 这就代表着说 从6月13号到这一段 这上面一定都有套牢筹码去嘛 对不对 这如果破月线的话 这上面都一定有套牢筹码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筹码拿出来看 你注意看 从6月13号到7月20号 应该说说到昨天 因为今天的数字没有出来 好我们看 光是这一段期间里面 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外资在这上面 它是卖了471亿 外资占卖方嘛 投信它卖247亿 投信也是占卖方嘛 对不对 好那资议商呢 它买超260亿 可是你也知道了 资议商有时候动作很快 它是比较偏短线 但是毕竟它这地方是买的 OK好 资议商是买260亿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一段期间里面 买最多的是什么 融资263亿 有没有 你看这一个多月以来 外资投信都占卖方 但是买最多的是融资 263亿 OK好那你这样子买 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们来仔细看 我们刚刚说嘛 这一段到现在为止 融资买最多 是不是好 那如果说你台北股市 这地方破月线的话 我们说如果破月线的话 当然你会跟我说 老师啊 这破月线也不代表说 大家这边买进了全部套嘛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都还没有破前面的低点嘛 那代表说还是有人赚钱嘛 对不对 这样讲算合理啦 可是我要跟你讲一个重点在哪里 你注意看喔 台北股市如果破月线的话 你会发现到之前那个低档那个时候呢 融资啊它只增加5亿 在低档的时候融资只增加5亿 这个地方融资只增加6亿 有没有 这地方呢融资只增加6亿 对吧 好那没有中很多啊 融资增加最多在哪里 从这边开始增加48亿 增加26亿 这地方增加15亿 昨天呢也增加了5亿多嘛 对不对 可见来说 当时盘在震荡压回的时候呢 买的不多啦 但是涨上来的时候拼命买 真的拼命买嘛 好那我们仔细看喔 刚刚我们说嘛 从6月13号这一段 台北股市的融资 总共买了263亿 对不对 刚刚我们正在讲嘛 好那可是呢 你前面这低档买的不多啊 就5亿5亿6亿6亿啊 好把它扣除掉的话 这代表说如果你破月线 你这个盘最起码 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 你套了240亿 240亿 OK好 那可能有人会问啊 老师那一整天那个盘啊 那个大盘的成交量 都已经在三四千亿以上 这240亿根本不算什么嘛 如果你是这样想 你真的专业知识 你可能要加强一下啦 因为这也不 大盘这三四千亿也不都是融资买的 还有法人啊 刚刚我们看到嘛 法人一堆投信自行商 就是偏卖方嘛 对不对 可是这240亿 它所代表的意义在哪里 各位你注意听哦 你注意听哦 我们刚刚说嘛 从6月13号到这里嘛 总共买263嘛 我把那个最低点的扣掉嘛 这代表说这上面啊 套牢多少 240亿 OK好 我们再把它来看哦 这240亿 它代表什么意思 台北股市这波上来之后啊 起涨的讯号应该在这里嘛 5月16号 对不对 你注意看哦 5月16号以来 融资总共买了多少 378亿 有没有378亿 就是说从这一段以来 融资就买了378亿 但是我们刚刚说嘛 如果说你这地方破月线的话 这一段呢 你融资是套了240亿 这比例是多少 63% 我算过了 63% 好 那这代表什么 如果你台北股市 破月线的话 这就代表着说啊 你用融资去买的一些散户 到现在为止 如果说你这段去破月线的话 你高达6成以上的人全部到老 那高达6成以上的人全部到老 我们用数字去算嘛 我现在跟你讲的东西是合情合理吧 我没有去乱吹 也没有嘛 我就说数据到哪里 我们就看到哪里嘛 对不对 好那我跟他讲 我之前又跟他说过 这个盘你不要去当最后一只老鼠 台股最好不要破月线 因为如果你一破月线的话 高达63%的融资是全套 这就代表什么 上面很多老鼠 对吧 那为什么上面会很多老鼠 这就是我之前跟他讲的 每次低档起来的时候 你都不会买 涨越多的时候呢 你就拼命买 所以你现在把你的成本 全部都垫在上面啊 所以这盘只能涨不能跌啊 你现在只能保佑说 哇那个台积电的法硕很不错 然后台积电明年大涨 最好是这样啊 我们最好是化解调嘛 化解调的话 如果说真的OK了 我们在进场做多嘛 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看到的状况就这样子啊 这盘只能涨不能跌啊 如果你去破月线的话 代表说你现在六成以上的 你用融资做的全部都套 那如果说呢 趴的人越来越多的话 指数只要稍微又有跌 那个趴数就越来越大 对不对 如果说你套牢的人越来越多 散物越套越多的话 我会跟你说啦 后面一定会有修正坡啦 因为你筹码不洗干净 你后面怎么拉 如果说当这个修正坡 如果一出来的话 你上面套牢的融资越来越多的话 我可以跟你说啊 接下来会有融资断头的问题出现了 我没有再像你 我们现在从整个数据里面来看是这样 对不对 好那各位 那我问你嘛 你要不要追嘛 对啊 大家都是涨停板啊 每天涨的都是他的啊 我昨天就有跟你讲了 你以今天这种盘来看的话 你手上的个股不可能是买手好牌啦 有可能吗 我们从个股的角度里面来看嘛 你注意看嘛 今天盘在跌什么东西 你看哦 左链涨的就跌啊 对不对 你追不追 追就死啊 不就是这样子吗 昨天还涨的 股票今天就跌啊 没有错嘛 你追不追嘛 对啊 涨上去大家都有啊 昨天涨的股票都在跌啊 你看啊 这都是这样子啊 昨天呢 有些人就开始从电子类股啊 就跟你讲啊 你看那个生计 从来不讲生计的啊 每天都是电子股啊 结果呢 昨天生计一动 你看今天都跌啊 你看嘛 今天都跌嘛 对不对 你再仔细看嘛 前一天也是这样子啊 红继涨的时候呢 大家都有啊 现在都跌下来了啊 那涨的时候都有啊 大家都跌下来了 你看嘛 有没有 那涨的时候呢 你去追嘛 到现在为止呢 你说可不可以追 你自己看嘛 有没有 这股票到现在为止啊 你一追 你看涨大家都有哦 你看融资都 融资也没有减 人都在增加啊 结果呢 涨完之后就跌 大跌 有的更扯啊 你一跳空下来 结果套牢筹码越来越多 你看 昨天顺德不达到跌 今天还在跌啊 我问你嘛 可不可以追嘛 这上面套牢筹码越来越多啊 昨天信邦也是这样子啊 今天也谈不上去啊 你看融资在增加啊 是不是 你看啊 这中心电连跌两天啊 你说可不可以追嘛 当然你会跟我说啊老师啊 我不用追的啊 我去低接啊 我问你什么叫低接 我们家来看嘛 你低接的状况有没有好嘛 你看翔作嘛 你看融资创新刀哦 你低接啊 昨天留上影线 今天还在跌啊 我说嘛 如果盘不稳的话 我问你嘛 他会不会再创破亂低一点 这可以低接吗 这在半山腰的刀子叠下来 你怎么接 你看普瑞 融资也在增加啊 可是这一路叠下来你一直买 我跟你讲你越买到最后 你没有钱买啦 你没有那么多资金啊 不是嘛 你到现在为止 你看啊 买的全套啊 接个股也是一样啊 好不然今天要谈一下 你看流上影线啊 你一直买嘛 你一直买 你有那么多钱可以一直买嘛 我不知道啦 我认为买到最后你一定是 钱越来越少嘛 你看乙胜 有没有融资也是增加啊 就会一跌下来你一直买啊 你低接你怎么接 更况有些个股是到现在为止 你看那也谈不太上去啊 你一路买一路买一路买 买到现在为止 怎么上得去 所以股票都是这样子啊 你看这个股票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子啊 对不对 那我要跟他讲 现在接下来要注意什么东西 如果盘不稳的话 这些股票都会做头啊 你看立即是 之前是不是有人叫你买 对不对 你看哦 有些个股票到今天为止 已经开始有那种起跌的讯号出来了 你自己看嘛 这些股票都不是 也都不是小股票啊 你不要跟我说 这些股票你都没有 涨停的你都有 真的涨停你都有吗 我们来仔细看嘛 当然啦 今天有些股票 他有弹起来 比方说台表科啊 今天涨停啊 可是你有吗 你一定要买到对哦 你买错都是套啊 对不对 像今天没有人跟你讲雷虎啊 你看雷虎有涨停啊 问题是你有买吗 还是你买在上面 现在在等解套 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跟他讲啊 这盘到现在为止 你不可能你满手之好牌 你为了抓一档股票 快能不能抓一档标股 很多老师都这样啊 买一堆啊 煮别一堆啊 你为了抓一档股票 你可能要赔三四档 但是如果你有一档 套的比较深的话 你用其他的三四档 你都搬不回来 所以来到这个时间 我是建议各位 我们在分析的过程里面 我们是有评有据 但我不敢说我百分百 但是我们是从逻辑性 去慢慢帮你推演嘛 对不对 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台北股市 剩一分钟 台北股市呢 月限它不可以破 如果这一破是融资 就差不多有将近有六成 六成以上的融资是大套了 再多点一点 那个融资会越套越多 当然你会说 老师那个法人会帮我买啊 法人会买上去啊 昨天起货结算完之后 外资的仓位只有三千多口 这也是好高兴 那只有三千多口 它没有大增啊 外资怎么可能会 法人怎么会帮你去做解套 所以你反而要预防什么 会不会越跌越多 越套越多的话 它已经后面给你一个修正 这一修正下来 一定有股票融资断头 所以台积电建设法说 它只能涨不能跌 否则你台北股市的危机化解不了 那我也跟黑娜讲 今天礼拜四嘛 明礼拜五嘛 如果台积电的法说 它并没有把台盘带上去 反而还有破月线的风险的话 我跟他说 明礼拜五的测标会写什么 下周跌停板开始扩大 就是这样子 或许我讲的不是你喜欢听的了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能够听得下去 最起码你不会套在上面 好不好 好了时间到了啦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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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契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契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契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契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还 庭壤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请证署 关心林 好 欢迎回到现场 刚刚我们用筹码的角度里面 我们就跟大家分析过了 因为台北股市目前是比较偏 高档震荡嘛 那我说月线千万不可以破 那当然台积电的法说 今天很重要啦 如果说台阯电法说不理想的话 让台北股市破月线 同时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你手上的状况 个股的状况 因为这个地方最起码有六成以上的融资 都是出现套牢 那到时候可能就要提防 一有修正 可能会有融资断头的风险会存在 好不好 我们把整个盘式讲解也让他听 你觉得合理的话 你就赶快调整持股 你觉得不合理的话 没有关系你赶快嘛 你不用相信我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 我可以帮得到你 那你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想了解最新排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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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成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三日份的食物 饮用水 检疫的急救药品 盆栽 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有这些加强固定 一般发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等栽海来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也能充容应对